9月21日,男星王新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次报遭遇网络诈骗,被骗子骗走了账户里的所有余额,引起网友热议。 王新宇表示自己在20日收到显示位110的来电,事后才发现是虚拟号,对方自称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,先将王新宇的个人信息都说了一遍,既详细又准确,让王新宇逐渐放下戒心。 骗子成功套到了王新宇的银行账户密码,直接传走了他账户上的所有余额,一共是8587元。 反应过来被骗的王新宇立刻就去公安局报案,从聊天记录中也可以看到,王新宇的情绪很崩溃。 继续,王新宇是银嗨少年的团员,他在2017年出道,曾参与急速前进第四季的节目录制,并在2019年参加了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》。 最近他开始尝试王演员方向发展,参演了电视剧《美好的日子》,在里面扮演了洋快剧。 虽然王新宇的事业不奔不活,没能激起太大的水花,但也在一直努力奋斗中,希望骗子能早日被绳之以法。